车辆通过路口 这时左侧突然冲出一个人影 15岁国中生闯进车道 驾驶根本来不及反应 硬生生将人撞飞 男同学谈到硬气盖上又重座落地 还滚了好几圈 只见他艰难站起身一搏一搏 事发在苗栗后龙中华路上 15岁国中生没走斑马线 闯越马路被车辆撞上 导致锁鼓鼓这多处擦措伤 造成行人受伤送往医院治疗 驾驶经久策久策久策指挥林 国中生冒险穿越马路 36岁胡姓驾驶反应不及 猛力撞上信号人没有生命危险 如今还要为了擅闯马路吃下500元罚欢 不只有人在台中污日 还有狗狗闯进车道 插点引发连环车祸 黑狗闯红灯狂奔 路中央擦撞一面机车 骑士立刻急煞闪躲 插点重心不闻摔车 而肇事黑狗受冲击力道 向左旋转滑行 还陷造脚车粘过 惊险画面全曝光 网友热议 纷纷祈祷狗狗没事 也赞叹骑士车技 但这样的事故 任谁都不想再体验 记者中正前王俊杰 朋友分描力 台中采访不到 OK